哇塞 那元宵这么一吃的话 岂不是化魂四单变五单 机关社五单变六单 童子六单变七单 直接多了一个内单 什么情况 学弟们新年好呀 漫长的挂机节终于结束了 我们去元宵兑换积分 公元宵87分 防御46 速度62 躲避22 体力32 法力33 最高的时候 公元宵居然达到了119分 也许是得到了这位大兄弟 善意的提醒吧 有吧 友情提示 兔子3月12号8点才会离开 不知道你习惯什么时候换 以前是最后几天 积分涨到逆天 所以去年大家都是提前换完了 结果最后反而积分超级低 想要最低 那每周二刚维护完 可以拼一波手速 我就抢过15分的 只是大家千万别卡 最后一天的最后几分钟 因为最后几分钟 很容易就提前关闭服务器了 无法兑换了 别问我为啥知道 言归正传 虚迷出现这么久了 很多人的宝宝速度 法力资质都很高了 甚至和我机关兽一样 速法已经全满了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吃呢 我也纠结了很久 本来想吃防御的 15个防御元宵能加120左右的防御 防御高了 宝宝飞得少了 那自然就变相的增加了任务的效率 也节约了寿命和无一的成本 所以虚迷吃防御也是很好的选择 但这不见有粉丝说 现在虚迷应该吃攻击 因为吃攻击元宵能增加法术输出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本着不测试都是耍流氓的态度 直接测试 测试对象就是一只陪伴了我多年的诸葛鼠 虽然我现在有百亿虚迷机关兽了 但我依旧没有舍得扔了它 用这个测试就可以避免法波的数据波动 再用一个特技深刺补提 来避免其他因素导致的数值波动 然后通过带不同的伤害的宝宝装备 来改变宝宝的攻击 看攻击的增加能否提升法术输出 第一组不带任何伤害宝宝装备 宝宝法伤883 攻击762 反弹伤害613 第二组带一个加118伤害的护腕 宝宝法伤883 攻击920 反弹伤害633 第三组带一个加118伤害的护腕 和57伤害的衣服 宝宝法伤883 攻击996 反弹伤害642 第四组带一个加118伤害的护腕 57伤害的衣服 和58伤害的环圈 宝宝法伤883 攻击1073 反弹伤害652 计算后平均每点攻击 增加法则输出0.1254 包含了测试宝宝的小模型 那以我的机关键为例 吃吃我攻击营销能提升130多的攻击力 那就能提升15点法则输出 再加上高模型 高法波高法爆这些技能提升 大约可以提升20点以上的法则输出 那这不就是一个善咒的内单效果了吗 哇塞 那元宵这么一吃的话 岂不是化魂4单变5单 机关键5单变6单 童子6单变7单 直接多了一个内单 不过因为我的须名都有法波 暂时不能测试高模型等技能 是否和攻击提升的法则输出相叠加 但至少自家攻击 确实能提升宝宝法则输出了 那还想什么 15个攻击元宵直接安排 挖点 花不了多少 既然爱他 就要为他 鞠躬尽脆 有道理 其他机关键也都全都吃满15个元宵 这资质一个个看起来 瞬间就舒服了 这两只法则素资都在加号了 其他的素资也基本都满了 等明年攻击元宵吃到1400 接下来就可以吃防御元宵了 既然带不起神兽 那咱就自己养个神兽出来 兄弟们 你们会自己给宝宝吃攻击元宵 还是吃防御元宵呢 我是CC莫歇尧 我们下期再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哟